大家好,我是小安,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我们人体中正常关节中有液体的存在, 是因滑膜分泌产生的,起到营养软骨以及滋润关节的作用。 如果长时间处于高强度的运动状态中, 容易出现韧带损伤、碰壁挤压以及关节有效的情况, 从而引起滑膜炎,导致关节积水,活动受陷或者是肿罩, 另外,人体的关节空中分布了很多的感知神经, 其也会压迫受到神经,导致疼痛。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黄毛炎的救命药, 能够减少黄毛炎关节炎的疼痛, 发炎、干燥、腿脚麻木,让你拥有年轻的膝盖。 下面随着视频一起来看一下吧。 我们先准备一把赤小豆。 赤小豆是一种药室通源的食材, 同时具有特别好的去湿消肿的作用。 赤小豆早在数千年之前, 就已经被古人视为去湿治病的良药。 神农本草经人们还特地地说, 赤小豆乃药中之上品, 有热水消肿,消除盘种的功效。 有脾虚、湿肾引起的四肢或者是面部水肿, 腹部脏满,脚气水肿, 咽尿发黄湿热引起的关节红肿热痛, 屈身不利, 皮肤感染引起的红肿热痛。 以上这些症状都特别适合用吃小豆大。 它对身体因孕化不利引起的身体水肿, 有明显的消退作用, 能加快人体内多余的水分代谢, 可以让水肿尽快地消退。 这里需要注意一下, 我们用的是赤小豆而不是红豆, 一定要区分开打。 赤小豆体积偏长,颜色发暗, 而红豆体积圆润饱满, 颜色比较浅, 非常的好区分的。 它们的功效不同, 一定要区分对,用对, 那能够更好地释放出作用的。 再准备一把黑豆, 中医认为黑色属水走肾, 所以黑豆与补肾有滋养精血, 经常吃黑豆可以缓解肾虚体弱, 腰膝酸软, 关节不利的症状。 黑豆中含有特别丰富的 维生素E和花青素, 能够清除体内的自有机, 有害衰老可以增强活力, 还含有特别丰富的泛酸, 有无化的作用。 黑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就是能够去风解毒, 所以对于滑膜盐, 使用一些黑豆有特别好的效果。 黑豆是五五杂粮里面 一样价值比较高的一种食物, 日常生活中一定要多吃一些黑豆, 煲汤喝泡水喝都很好搭, 再准备一把玉米, 玉米可以沥水消肿, 浸脾去湿, 还能够清热排毒, 镇静抗炎, 将血压, 降血脂, 降低血糖, 增强绵力的作用, 一米腺味比较干凉, 能够入脾肺和肾经, 里面的营养成分特别的丰富, 含有非常丰富的氨基酸, 蛋白质脂肪, 碳水化合物和维生素等药理成分, 也是一种特别好的保健食品。 根据临堂的经验中, 用玉米治疗关节滑毛盐效果更加大。 下面我们把准备好的所有食材加入清水淘洗干净。 食材看似比较干净, 但是有灰尘杂质的, 一定要洗干净这样使用比较放心的。 洗干净之后加入清水浸泡一个小时, 因为黑豆, 吃小豆, 玉米特别的坚硬, 不好煮熟的。 泡锅之后, 煮熟的时间特别的快了, 不浪费时间, 也不浪费煤气啦。 再准备几颗芋头, 用刮皮刀刮去外皮。 这里需要注意一下, 过敏的朋友们戴上手套操作, 不然的话特别的痒大, 既能够蒸着吃也可以煮着吃, 炒老师也比较好吃的。 它含有特别丰富的淀粉, 脂肪氨基酸, 以及膳食纤维, 还有各种微量元素和矿物质。 经常吃能够为风湿关节炎患者提供丰富的营养物质, 而且它与风湿关节炎并进了延缓作用, 所以日常生活中一定要多吃一些的, 可以维护身体的酸碱平衡。 人体内部环境酸碱失衡之后, 人类身体素质就会一直下降的, 疾病也会随之而来, 其实我们可以多吃一些, 能够促进身体内酸性物质的代谢, 可以允许人体内部酸碱平衡, 能抗矮疲劳, 能减少一些常见的疾病发生。 下面我帮我们准备好的所有食材倒入锅中, 加上800毫升的清水, 开场盖子中火温煮30分钟, 很多朋友们都搞不明白, 滑毛炎到底是怎么引起的, 我们又该如何去预防它呢? 关节滑毛炎是一种典型的炎症, 多发现的疾病, 在任何年龄的阶段都会发生的, 一般中老年人容易中招, 导致发射滑毛炎的一个重要原因, 是慢性劳损, 长期的劳作会使膝关节累积损伤, 关节得不到恢复的情况下, 容易导致膝关节损伤的, 从而导致滑毛炎的发作。 第二个原因就是凉风清洗, 关节缺少脂肪保护, 所以害怕凉风清洗的, 一旦被凉风清洗, 就会损伤关节的勾造, 导致滑毛炎受到刺激而引起的炎症。 第三个原因就是外伤所致的, 运动中膝关节难免遭受意外, 导致膝关节损伤, 引起内部病变, 诱发滑毛炎。 时间到已经焖煮好了, 里面的素材已经煮到特别的软烂入味, 像这样就可以了。 这儿有两颗冰糖调味, 如果不喜欢吃糖的朋友们可以不放了。 搅拌搅拌搅拌均匀。 亲爱的家人朋友们, 制作视频不容易, 请您发财的小手帮我点个赞支持一下吧。 您的每个支持和点赞都是我前进的最大动力。 感谢所有朋友们支持, 谢谢大家。 众医认为, 滑毛炎是经脉受阻, 治疗以沥水肾湿, 活血化鱼为主打。 黑度可以去风活血, 吃药豆能够消水肿, 沥水清热解毒。 而易米有沥水肾湿, 清热排毒质功效。 芋头有清热解毒消水的功效。 几种食材对于治疗滑毛炎都有特别好的效果。 同时对于治疗肩周炎, 颈椎病也有很好的效果的。 如果搭配着哀条来针灸一下, 内外吸收, 那么疗效会更加的翻倍的。 可以缩短冰程, 这道汤我们可以一周煮上两到三次来喝, 可以很好地缓解滑毛炎。 对于滑毛炎患者有很多的益处的。 如果有滑毛炎的患者, 平时饮食中一定要注意的, 饮食清淡为主。 少吃有韵的食物, 饭后我们散散步走一走, 这样有利于我们身体的健康。 喜欢的朋友们不放收藏起来试一试吧。 好了,家人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所帮助, 请你帮我点赞关注订阅我的频道。 欢迎下方留言加一。 我每天都会分享不一样的脑上知识与您分享。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我是小安,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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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您担心